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本期是一期超多人生存 加上玩家一共有15个人 在玩家自己的生存服务器中 本期会发生什么奇怪的故事呢 好了 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 请屏幕前的大家 动动你们可爱发财的小手 给视频长按点赞按钮 三秒钟支持一下 谢谢了 可以看到聊天框 异常的活跃 因为足足有15个MC玩家 一起游玩 整个游戏气氛很是愉悦 可正当大家兴奋异常之时 玩家的电脑突然关机了 这是怎么回事 玩家赶快检查了 自己的电脑主机 发现电源线路一切正常 随后他又尝试重新开启电脑 可当他准备再次重启服务器时 突然他发现 服务器的名字被改了 服务器的名字被更改为了 这个 请屏幕前的英语学霸 自行翻译一下吧 翻译不出来也没关系 我们继续向下看 玩家认为 这可能是其他的管理员更改的 所以就没太在意 很快他便再次重启了服务器 但是玩家只看到了 朋友哈利一个人的身影 玩家向哈利说明了 状况 哈利建议玩家可以按键盘上的TOP键 去查看一下当前都有谁在线 但是玩家发现 自己按动TOP键之后没有反应 此时玩家突然想起来 还有一件诡异的事 那就是服务器的名字被更改了 被更改为了 This is the end 这就是结局 不过奇怪的是 名字是被水平翻转过来 也就是视频前面 我让英语学霸们自行翻译的那句话 屏幕前的你翻译对了吗 朋友哈利听后表示 这名字还挺酷的 不过为什么要翻转过来写呢 看样子也不是哈利改的 那也不是玩家改的 那么可能是其他人更改的吧 也不至于大惊小怪 听哈利这样说 玩家也渐渐不再在意这件事了 此时游戏内的天色即将进入夜晚 就在这时 朋友哈利在他们的露天住所 发现了异常 不知道什么时候 住所内多了一块告示牌 令玩家与哈利都很疑惑的是 这块告示牌上的文字 也是被翻转过来的 从后往前看应该是 Beware Beware 这是小心谨慎的意思 小心什么 为什么要小心 前前后后发生的事简直太诡异了 玩家与哈利都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此刻天色也完全进入了黑夜 并且下起了倾盆大雨 两人打算当务之急 还是赶快睡觉度过黑夜 如果服务器现在救他们两个人的话 应该是可以度过黑夜的 果然天亮了 那也就是说 服务器现在真的只有他们两个 但是新的疑点出现了 为什么雨没有停 玩家一时分不清自己玩的是不是MC了 就在这时 哈利在不远处的白花树顶 发现了异常 哈利看到刚刚有一个貌似玩家的身影 就站在树顶 玩家隐隐约约也看到了 两人决定赶快过去看看 赶过来后 直见这里站着一位 墨影装扮的女性玩家 下一秒 玩家二人发现她正在哭泣 玩家一头雾水 接着便询问她为什么哭 玩家并不认识眼前这个女生 可能她是其他认识的朋友 邀请进来的吧 我们就先暂且叫她墨影女孩吧 墨影女孩接着发出了一条 很奇怪的消息 意思是 她带走了我的朋友 她真的很诡异 玩家搞不清楚 墨影女孩说的朋友是谁 还有那个她是谁 于是便在消息狂 询问墨影女孩她朋友的名字 墨影女孩告诉玩家 她朋友叫小美 她与小美是在一分钟前加入的服务器 但是奇怪的是 夹进来后 并没有黄色的系统欢迎语出现 我们都知道 当有人加入服务器的时候 系统是会弹出黄色的欢迎语的 但墨影女孩和小美并没有看到 事实上 她们已经夹了进来 并且进来后 墨影女孩发现自己的聊天框打不开 接着就有一个故障实体 也就是前面她说的那个她 将小美带走了 在那个故障实体带走小美后 墨影女孩的聊天系统恢复了正常 随后她便遇到了玩家与哈利二人 玩家与哈利听后很是震惊 他们不知道墨影女孩口中所说的 那个故障实体是什么来头 但是假设墨影女孩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那么现在 玩家与哈利决定帮助墨影女孩 一起找到那个故障实体 解救小美 三人冒着大雨出发了 哈利在前面打头阵 而墨影女孩在中间 玩家在后面保护 走了没一会儿后 哈利大叫了起来 他在前面的草坪上发现了一个身影 玩家三人追过来后 这里什么也没有 哈利说他刚才好像看到了 那个所谓的故障实体 它浑身都是故障 刚刚就站在这 三人决定在这附近排查一份 大雨过了两分钟后 朋友哈利发现了那个故障实体的身影 并且那个故障实体 背着一位女性角色的玩家 墨影女孩当场就认出来那是小美 玩家三人现在必须尽快去解救小美 可三人追了没几步后 故障实体再次消失的无影无踪 三人爬到了一处雪山顶 大雪纷飞的同时 伴随着倾盆大雨 这种游戏天气 玩家还是头一次遇到 对周围一番环视后 并没有看到故障实体的身影 三人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最主要的是 TOP键失效 玩家并不能通过按TOP键 来查看服务器的在线列表 他也不清楚 现在服务器内究竟有几个人在线 这就很头疼 玩家此时抱怨了起来 都怪电脑突然关机 本来玩的好好的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突然关机了 刚说完 梦游女孩立马告诉玩家 自己的电脑也是突然关机 什么 看来不止自己一个人的电脑 突然关机 玩家一直还以为是 自己的电脑突然关机 导致服务器被关闭 大家都掉线了 谁知道 梦游女孩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看来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 刚与梦游女孩聊完 令玩家没想到的是 下一秒 故障实体就出现了 就是她 见玩家发现了她 她便开始了逃跑 玩家赶快在消息框通知了 哈利二人 那个故障实体刚刚就在这 并且从这跳了下去 哈利没有犹豫 他让玩家二人站在这 自己跳下去查看情况 如果有意外 请赶快逃跑 前面刚刚的预警 请各位超牛玩家 赶快将我超牛 打在弹幕上 激活弹幕护体 说这时那时快 玩家一个回头的功夫 只见河面上出现了 哈利的身影 不过 他正坐在那个 故障实体的肩膀上 看得出来 哈利遇到了危险 玩家与梦游女孩 眼睁睁的看着 故障实体把哈利带走了 这太离谱了 梦游女孩又害怕的 快哭了出来 而游戏内的天色 再次进入了夜晚 雨还在不停的下着 玩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现在只能先找一处 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等天亮后 两人再决定该怎么做 两人随后找到了一处矿洞 玩家赶快将矿洞口 用土块封了起来 这座矿洞 是一个死矿洞 走了没几步后 就到了尽头 玩家在矿洞里 插上了火把 现在也就只有 自己能保护梦游女孩了 保护女生 是男生的责任与义务 玩家必须要做到这一点 两人就这样 在矿洞里面 你一句我一句的聊着 缓解着紧张 而又枯燥的气氛 可玩家让人不知道的是 危险也正在慢慢降临 随着这舒缓动听的音乐结束 也就意味着 高能要出现 请频频的大家做好准备 突然梦游女孩 再次尖叫了起来 一个晃神的功夫 梦游口的方向 出现了故障实体的身影 她的皮肤在不断的闪烁 并且看不到她的名字 玩家不能的站在了 梦游女孩的前面 玩家此时想打字 却发现 无论她怎么样按键盘 都打不了字了 接着 故障实体便朝着二人 走了过来 随着屏幕出现故障 玩家的电脑 再次突然关机了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 那啥都看到这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 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